我們請到機械工程專家 廣場重工主席盧展廷博士接受訪問 在我們開始訪問之前 我們一起看看 跟這次意外相關的片段吧 由這條獨家片段的時間 對比司機和乘客爭執的片段 可以看到在爭執前 巴士的行車狀況已經出現了問題 盧博士, 網上有很多不同的消息和說法 又說司機和乘客吵架 又說道路設計有問題 那以你的專業判斷 是什麼導致巴士翻側的意外呢? 作為工程師, 我不說八卦的事 我只說機器 這個情況是因為巴士一邊的車輪 因為兩邊的速度和重量不平均所致 一般情況來說 前防傾桿應該會起作用 是不會這麼容易翻車的 有了, 阿松 阿松, 停車 喂…你別這樣, 我再照顧 是零件的問題? 文小姐, 你這麼說 隨時要負上法律責任 謝謝盧博士你的關心 但作為一宗轟動全港的車禍 相信很多觀眾跟我一樣, 都很關心 很想聽到業界搜囊一指的專家 做客觀分析 但由片段看 前防傾桿出事的可能性極高 是誰讓你出這張照片? 剛才Main仔在前給我的 他叫我聽他的Q, 我以為… S&K News一直遵守公平報道的原則 不要亂來 不會偏頗, 也不會只聽一面之詞 所以就著這次車禍 我們現在聯絡TK工程機器的負責人 鄭主席 咳不咳?他接到死不接就死了 有什麼原因? 鄭主席 是呀, 冷靜點 現在TK有三條路 一, 你不接電話 人們就說TK身有事, 壞事也不清 二, 你接電話, 承認TK的問題 三, 你接電話, 成功反駁廣場 編走所有事, 做了公關 為問傷者關心事件之旅 做得好, 隨時反白衛星 好了 鄭主席, 你好 好, 多謝你接受我們的連線訪問 跟我們一起的有盧展廷博士 根據盧博士的分析 這次車禍的原因 很有可能是其中一樣零件 前防傾桿出現問題 鄭先生, 你可否透露一下 現階段的調查方向 你認為零件出事的可能性有多高呢? 現階段我們還在調查中 有報告之後, 會盡快向公眾交代 我要強調, 我們對工作的要求非常高 每一件零件出廠之前 都有嚴格的品質控制 我手上有一份出事巴士 意外前三天的檢修報告 其中一樣新替換的零件 就是懷疑造成這次車禍的前房傾桿 盧博士, 想問問你 剛做完檢修的巴士三天就出意外 這種情況是否常見呢? 可以說是非常罕見 大型汽車的檢修非常嚴格 我給你一個例子 以巴士為例, 檢修完成之前 需要巴士公司和維修承擔箱 雙方簽署合准才可以出廠 報告上, 維修承擔箱其中一方 是TK工程機器 上面有鄭主席你 和守直工程師的簽署 你有什麼回應? 全部咬了, 出信號股長 鄭主席? Man準備好所有東西 整個計劃時間不如過了 Man, 謝謝 謝謝 由於技術問題, 訪問暫時要中斷 其實巴士零件問題 在之前已經有端藝 兩年前, 一間獨立網媒 曾經報導過 TK工程機器生產的零件 品質參差 被TK工程機器入品法院控告誹謗 最後網媒敗訴, 要清盤抵制 希望今次意外 能提高有關部門的警覺性 以後不會再有同類型事件發生 謝謝大家收看今晚的 《Prime Time News》 我是你們的主播, 文慧心 明晚再見 飛爺 TK新鮮滾熱誘送來的律師信 和假約書 多虧我們又正義又偉大的新聞女王Man姐 TK形象這麼差 不合作就更好 好 廣場重工已經決定在未來兩年 贊助我們SNK News 廣告費高, TK十個百分比 做新聞, 攻擊今主的競爭對手 有沒有想過 其實是你一直不解釋什麼新聞? 打開電視, 哪些真、哪些假 你懂得分嗎? 上面出現的每一個畫面 每一個字都是設計出來的 由我們控制的設入點 由我們教官重點的看 沒錯, 新聞是沒有經濟效益 不過真相有 他可以為民請命 又可以揭人倉巴 還可以幫人鋪橋踏路 忍惡陽善 沒有一間公司用寫一個贊助箱 將來發生什麼事沒人知道 一場校友 有興趣就做個朋友 我經常說, 公司幸好有阿Man 啤爺, 那這個好消息 讓你告訴方太太 那當然了 方太 我解決了, 你放心吧 每個人都在控制 幫我做事 做事 好 我買了蛋糕了, 大家一起來吃吧 謝謝子堯 歡迎子堯加入我們 昨天這麼短時間也找到車營片 真厲害 就是了, 之前留在旁邊, 真是浪費了 這些一塊碎一塊 沒有, 我平時真的不捨得吃 先嘗嘗 明姐 謝謝你想吃, 請你吃 曉明 明姐… 謝謝明姐 明姐, 這封信是什麼意思? 杜舌, 刑偉, 違反新聞道德 我想補也補不了你 明姐, 你也挺過分的 他那頭幫你畫獨家 你這一頭用完職器 不是有人下單, 以資料的性格 他根本就不會這麼做 問心, 你這群人在現場 他們一樣都會這麼做 你平時也會這麼做嗎? 比你也會這麼做? 有誰會這樣刮新聞的? 一次過都說出來了 明姐, 念著我拿到盧博士的訪問 你給我一次機會,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給我一次機會 我真的不會很生氣你這麼做 你真是一件事還一件事 你還沒明白嗎? 這件事明姐一早就丟好了 你以為靠你跪著就行了嗎? 醒醒吧 這個世界不是你想得這麼簡單的 不是, 明姐, 你聽我說 我真的會… 比堯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錯了 永遠都說不出 我道歉, 是我做錯了 我不正確 誰敢 你還不明白嗎? 他們權盜要找人生氣 特地叫你過來就是為了解僱你 你留一些專員給自己, 行不行? 不是, 妖美姐, 你幫幫我 你跟明姐求情的 她最聽你說的, 你幫幫我吧 那個車主本來是說要報警的 幸好有明姐幫你求情 否則, 監獄也只有你坐 收拾吧, 別這麼噁心, 好不好? 繼續吃吧, 恢復都可以慶祝的 明姐…